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李文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对不起,上集介绍的Dubai旅游 好像错切你们去Dubai玩似的 你不要搞错 和我的美食介绍都是一样 我是从来没有鼓励我观众去拒绝任何一个小贩或是餐厅 我只是发表我的意见 你们自己做决定 没错,Dubai的确实是一个很先进的城市 但对我喜欢古色古香的人来说 就不是我杯茶 但不代表大众的意见 我的海外美食介绍片全部都不受欢迎 但这一集,我还是要介绍KK 虽然沙巴是属于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州 但感觉就好像另外一个国家 话说我们几年前飞过去沙巴 还要带护照 现在什么都不用 你只要收住一张证件 一直以来,外国人是穿着沙巴多过我们 他们一般都是持着世界最老的雨林 和最漂亮的沙滩雨山湖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来看风景 可惜有些人是来收赔偿 苏鲁苏丹的后代 就要和沙巴坚称150亿美元 为什么沙巴又会欠人钱 就和你们讲一下历史 我们就讲起14世纪之前 当时文雷帝国是控制沙巴 后来他们就遭养给苏鲁苏丹国 他们是属于以前的菲律宾一个州 在178年 苏鲁苏丹就将沙巴租药给英国公司 Alfred Nant and Melanie Overbeck 租药是讲明 所有盈利来自抗物、树林和动物 他们都有权参与 一年的租金只是5000鲁苏 另外的5300鲁苏丹就交给苏鲁苏丹 后来这个公司就建立为 英伦北婆罗州公司 它是和维多利亚英伦有关题 在1903年 苏鲁苏丹就邀请英伦北婆罗州公司 正式将178年的契约 重新签过 经过世界第二大战之后 英伦北婆罗州就归英伦皇国一份子 一年之后 英国政府就怕日后会有麻烦 为着安全起见就找苏鲁苏丹的后代 跟着契约继续给租金 直接到1963年 当马来西亚得到独立 沙巴就成为其中一个州 那马来西亚政府 还继续交租给苏鲁苏的后代 直接到2013年 马来西亚就停止交租 因为马来西亚的政府有理由相信 纳克达都死了50人的惨案 是苏鲁的阿布萨伊封击队族 虽然一年的租金只是5300亿亿 因为原则与抗议的关系 马来西亚就从此一个崩都不给 结果在2020年 法国仲裁法庭就指令马来西亚政府 交出150亿的赔偿给苏鲁的后代 他们的理由是很简单 因为马来西亚从2013年 就停止交出从178年签的租约 当然他们要求的数目 是有包括沙巴佩特尼斯 石油的入息 马来西亚当然不成人 那就要打官司 整个过程都很复杂 本来对方是用西班牙的法庭 后来就改用法国的法庭 结果还要走去勒斯坦法庭打官司 我们无需要了解这么多 你要知道的就是 在今年1月30日 法院就宣布 苏鲁后代的要求是完全没有根据 那马来西亚也算赢了 话说一直以来 菲律宾的政府说 他们跟苏鲁是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两个国家的交情 还是很好 说是说 KK都有很多菲律宾人 不过大部分都是非法风民 本地人对他们是没什么好感 事关很多事 巴兰游客被绑票之后 就逮捕了去菲律宾 当然与KK的菲律宾人是没关系 但是本地人还是对他们有点偏见 事关很多小疑科的巨型 一般都是非法风民做的 虽然KK第一集的介绍是没什么人看 但是我也是要做重集 因为这一集 我是特别做来纪念我的母亲 你应该记得 在我KK第一集的片段 都有拍到我们在医院 探我的母亲 遗憾的是 在年28年他已经病逝 我希望这一集 会得到我的母亲的保佑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 就给个赞 分享一下 如果未曾订阅的 就麻烦你订阅啦 多谢你 现在排名没分先后 我们来阿B 尋找最棒的美食啦 第一个地方我要介绍的 就是菲律宾市场 这个市场 是KK其中一个很流行的旅游地点 它是位于城市的临海 基本上 这里是一个工艺品中心 和一个巨型的北塞 我的姐姐就不同意我们来这里 因为这里是出名有很多扒手 惨得过这里还有很多游客 这个市场真是很特别 可以看到很美的海景 这里几乎什么都可以找到 海鲜 街头美食 干粮 零食 纪念品 和有改三个服务 不过Danny 和我的姐姐就提醒我 看看就好了 这里的东西都不知道干不干净 但是我就不信 吃一串沙爹 和喝一杯果汁 说你都不信 回到去就肚子了 要知道KK的年轻人去哪里 蒲兼吃东西 我就请教我的外生 那他就带我们来这间 刚刚开了一年的1766 这个食堂都算挺讲究 因为他们不是叫自己为food court 而是叫International Night Bazaar 什么名字都没用 吃完这里一半的档口都删掉了 我的外生说这里刚刚开张的时候 想我找张台都挺难 可能是新市坑瓜 KK人至少都会光顾新地方一次 如果不适合深水就一次过 看来这里都不方做得起 我们终于什么都没吃就离开了 我们终于来到这间东海岸food court 说到food court这个字眼 每一个地方的意思都不一样 新加坡是分得很明 有冷气的食堂就是叫做food court 没有冷气的食堂就是叫做Hawker Center 即是小贩中心 什么都好 这间东海岸是奇迹其中一间 最受欢迎的美食中心 虽然这个食堂不算大 但是这里有很多正的美食 特别就是鹅车、烧鱼和皮蛋水饺等等 可惜我不可以介绍他们 只可以介绍六档美食 第一档美食我要介绍的就是炖汤 一般在吉隆坡这个美食是拿着瓦煲鸡饭 可能是怕顾客吃到口干 要给点汤沉下的口 这位当主陈女士都有30年的饮食经验 这个食堂开了这么久 他就做了这么久 这个食堂是有分早饰和夜饰 但是这位当主就很努力 由超做到晚 他的炖汤选择都不算很多 不过人家说的好东西不用多 他最受欢迎的口味就是猪脑汤 但是我就保守点选药材鸡汤 这块鸡都给的很大块 汤很鲜甜 一点都吃不到味精的感觉 一流 在郑汤的旁边就是这档大炒 中华楼 讲起这档大炒 就一匹布那么长 这位当主Amy跟我说 他初初一个寡妇出来开档 都不容易 什么都要自己做 又没有经验 还几乎被他的股东压添 幸好他请了一班很可靠的员工 和他渡过南湾 他的营业时间是从下午两点 至晚上十二点 他说有些熟客 特意过来捡他的小食来送走 举例炸虾犬 虾米生肠 蒙古鸡等等 不过他们的炒粉都很受欢迎 特别就是福建面 我就立刻捡一碟 吃到好满意 丑到好够锅气 想不到在KK 都吃到那么正的福建面 来到我们第三档美食 Loulouse烧猪 即是菲律宾烧猪 我是一个很喜欢吃烧猪的人 如果有机会在外国找到他们的烧猪 我就一定不会错过 所以我吃过巴尼岛的 但就没试过菲律宾的列装烧猪 虽然这档列装不是烧整只猪 但应该都可以吃到他的味道 我有点失望 没有机会遇到他的菲律宾档主 但这位引力员工都很合作 他在这里都做了25年 但这些烧猪就是他老板自己烧的 这个列装烧猪是有送饭的 有点像我们的烧肉饭 吃过这个味道都还好 可惜他的皮就没有我们华人的那么脆 来到我们第四个美食 人肉饼 听这个名字 你都不知道他是埋什么 看真一点 原来是阿邦巴利 但他的阿邦巴利不是一般的阿邦巴利 佳因 他的阿邦巴利是大舊过我们KL那些 而且他的咸选择是特别丰富一点 举例有蛋、朱高粒、香蕉、鸡肉碎 和不少得花生碎的原味 这位当主阿睿只是在这里经营了一年 但都受到很多人的注意 他的秘方是与他的拍档学的 但现在就剩下他一支公 我的姐姐就建议我吃他们的 鸡肉碎口味 果然没有介绍错 我这么大个儿子 都没有吃过这么特别的阿邦巴利 没得顶 我们来到这一档 飞技版面 历史有记载 版面是来自大陆 可惜他们的版面就没那么好吃 反而我们吉隆波罩结果研发的 干老辣椒版面就好吃得多 不知道这一档飞技版面又怎样 这位当主张先生和他的太太 只是在这里经营了半年 原来他们的版面避风 是从一位吉隆波的师傅学回来 他给我最好的印象 就是他们的料 全部都是自己做 特别是这个多多咸的水饺 当主说他们的版面是用最有品质的面粉 我就叫一碗干涂面 吃到非常有口感 料是比较足 汤是特别鲜甜 一流 来到我们最后一档美食 梁师傅 这档海鲜面吃 只是做早事 从早上7点开到下午3点 我们昨天来遲 看见他们刚刚下班 今天几大都不执书 未搭飞机回去KL之前 就一定要来光顺 这位档主买鸡 以前是做私房菜馆 可惜这个疫情 就弄到他要收 档主是来自山德坑 所以这里你可以吃到泥鸩 因为山德坑是个小香港 多多少少都有受到香港饮食文化的影响 当然这里什么鲫鱼都有得吃 连鹤豚都有得吃 是你敢不敢吃 这里这么多食物 真是很难决定 那档主就介绍我们吃 龙等米 鱼卧米 海鲜炒面 和这个极品 渣河串 我们吃到非常满意 真是很好吃 又新鲜到没得顶